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所以有一些議題好像消失了 也就是說這個是網路上人家整理的 就是說好 所以現在呢 大家都投給了蔡總統之後呢 好 我們之前關心的王軍案啦 包括了這個什麼慶富案啦 包括了各種的弊案啦 是不是從此以後就消失不見 遺忘在逢中呢 歷史哥 我想大概要真相大白不容易啦 因為本來就不查嘛 那當蔡英文總統在跟韓國瑜市長 在這個證監會或辯論會上在爭論說 你韓國瑜一直講說這些案子 你的實質證據呢 問題就是不查哪有實質證據 所以這其實是 因為如果沒有執政的話 根本沒有機會查 對 對 怎麼真相大白 所以也就沒有辦法真相大白 是 因為到現在楊慧如在哪裡 還是沒人知道嘛 那所以這些有辦法查嗎 我想大概沒辦法 光這個論文要到2049年 才能起康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是簡直是匪夷所思 因為其實規定是十年 但他自己就把他extend了 那我們會知道這個滿朝都是法律人 但他們很厲害 知法玩法弄法嘛 他可以隨便的去改變 這個法律的解釋權 那我們又不是學法律的 要講好像也稅購也贏不了他 我們只能大聲疾呼 你一定要守法 那他守的法是他決定的法 這是很大的問題 君君怎麼看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說 不曉得能不能夠解讀成 這次大選結果代表大家 只重視芒果乾 所以司焰案的真相就算了 還是其實這個民怨會累積在下一次 可能還是會對於下一次選舉有影響力 其實我們看到蔡政府執政以來 很多的弊案很多的貪腐 那顯然民眾可以不在乎楊慧如 不在乎網軍 不在乎1450 不在乎300萬 什麼都不在乎 肥毛仇勇也不在乎 那現在是蔡英文的第二任 那更別想查出來了 所以民眾覺得反中抗中 芒果乾比經濟更重要 那現在蔡總統拿到了 史無前例800多萬的高票 他必須要對這800多萬人做交代 這800多萬人都是因為 抗中互主權所產生出來的票 那現在也好 我覺得大家剛剛說的都對 也好就讓蔡政府完全執政 國會過半 就看你們要帶大家 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上 現在很多人已經出來講 你現在國會過半了 你也是最大黨了 要不要出來鼓勵了 按照林靜宜的說法 已經達到條件了 是 已經達到條件了 所以接下來要怎麼走 是不是應該要獨立了 但是我們在蔡英文的就職的 不是 就是慎選之夜 就是了無心意 並沒有看得出來 那我覺得在他的 這個慎選之夜的時候 他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底下一面國旗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已經徹底的分裂了 沒有國旗 為什麼蔡總統選上之後 我們才覺得有亡國感 其實現在亡國感是我們在覺得 我們這樣子看下去 這一次最重要 蔡總統能夠勝選的原因 真的是年輕人 那年輕人他們只要你拿著雇主權的牌 神主牌 他就給你這樣子投下去 包括網紅治國 網軍治國 油感撒幣 立抗大陸 政策買票 所以其實我覺得國民黨蠻可憐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大家都在講 九二共識聽不懂 有什麼好聽不懂的 就是一中各表 我們從小就是活在九二共識的框架下 如果你覺得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 那我們以前就一直是一國兩制也沒有啊 所以到底有什麼聽不懂的 我覺得國民黨 與其說你要有一個新的論述 要讓大家聽得懂也好 聽不懂也好 可是我覺得不管國民黨是什麼論述出來 今天就算國民黨的論述是維持現狀 也會被網軍媒體帶風向 到一個抹紅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是蠻可悲的在這邊 那我覺得改革不只是國民黨要改革 我覺得大家的腦 大家的心智力要打開啊 其實從九二年到現在 九二共識帶給了兩岸28年的和平 但是接下來該如何呢 其實國民黨有些青壯派 希望黨中央能夠趕緊把路線告訴大家 不要再叫我們顧權大局了 真正要顧權大局的是吳敦毅吳主席 沒有照我們這樣子來兌現 我們將集體退出國民黨 用我們自己的政治前途來當任這樣子的燃燒彈 事實證明國民黨內部不是沒有年輕人 也並不是沒有優秀的人才 我們怎麼樣全黨上下共同地面對我們現在的困境 趕快調整我們自己的路線 這些人選都是很適合的也是有能力的 我非常的肯切的希望青壯世代的國民黨優秀從政同志 不動的願意的出來承擔 好國民黨的青壯派射出了改革的三支劍 讓年輕人的熱血能夠願意投到國民黨來 民進黨一樣他在執政的時候他並沒有忠視年輕人 只是到了選舉的時候他巧妙把這個危機提出來 造成年輕人是選擇民進黨 他並不是追隨民進黨 但是這個問題是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是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要到各地去聽聽各階層各不同的主群的聲音 然後對於世代問題國民黨要去面對 路線問題國民黨也要去面對 好雖然嘉慶現在是安定力量的副執行長 但是其實您在過去也非常了解國民黨 所以你怎麼看待現在國民黨的局勢 今天我們看到這些所謂青壯派也好中壯派也好 到國民黨前去不管是逼宮還是說要改革 這個聲音都跟我四年前在國民黨的時候 是很類似的狀況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四年前有這種呼聲 到四年後還是一樣的呼聲 這個戲碼為什麼眼不膩 因為沒有長進 你如果四年前就真的有長進 真的有改革 今天還需要講這些重複一樣的話嗎 那我很不好意思的說 就是說他們去禮拜六要去做這個動作之前 是確實有人也跟我聯絡過 也問我要不要回國民黨吧 反正這個結果都 禮拜天這個結果都已經這麼差了 我跟他說我沒有回不回國民黨這個考慮 因為國民黨自己的高牆這麼高 空氣是透不夠去的 今天站在那裡的那幾位議員 台北市議員也好什麼台中哪個議員也好 我不客氣的請問一下 哪一位的背後沒有大派系 所圖的到底是改革還是奪權 今天國民黨的狀況在於 他們始終把過程當成目的 該手段當目的就不對了 比如說吳敦義從一開始要選主席的時候 他就告訴大家只有他能夠帶領國民黨贏 結果是怎麼樣 他說他的目的是要重返執政 我們那時候跟他說錯 吳主席重返執政只能當手段 你的目的最起碼是要讓老百姓過得好 或是國父名強吧 重返執政怎麼可以是目的呢 國民黨自己的核心價值 跟他的路線在哪裡 年輕人不清楚 因為黨中央都不清楚 我們始終在希望的是說 你不要在不能姑息的地方姑息 不要在不能讓步的地方讓步 因為你輸怕了 輸到沒有志氣了 輸到年輕人只能學著外人 打你的方法回家打自己人 國民黨有救嗎 你喊改革再喊一百年也一樣 今天很多人出來 突然他變成國民黨專家了 突然他覺得我很懂改革了 那你們過去這一段時間半年 韩國瑜選舉的時間 你們卯足全力了嗎 還是現在逼宮說改革才是卯足全力 那你們為的是什麼 四年前那批人一大堆人跑去當議員了 現在這些人出來 是不是下一次要出來選立委呢 大家等著看 國民黨忘記自己叫做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這兩個字就是中華民國 他不敢說 這不滑稽嗎 中國這兩個字就是你必須要知道 他是有文化意涵的 他是有歷史淵源的 他是有一個時代使命跟榮譽感的 當你中國國民黨講不出這些話的時候 人家去給中國兩個字潑髒水 你們就一團亂了 你們就我不要髒髒臭臭的 我也不要是他是他 是吳思懷是吳敦義 是嗎 今天在那邊挺的人 當初都是挺吳敦義的 哪一個說不是 那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國民黨需要做什麼 當初為什麼孫文46歲 當臨時大總統的時候 他已經算老的數一數二了 只有黃心比他老一點點 那時候的國民黨 能夠在北洋軍閥控制下 在國會獲得多數 他們靠的就是核心論述 靠的就是國家有方向感 你今天國民黨沒有方向 年輕人不會跟隨你啊 同樣要投機取巧的話 他當然跟民進黨啊 民進黨至少會把共犯結構 弄到最大利益嘛 所以他為什麼要跟你國民黨 你國民黨的改革到底是在改什麼 是改人當家吧 孫長 其實國民黨要改革 這句話好像聽了很久了 所以剛剛嘉慶 其實有一些蠻重的一些評論 你怎麼看最近這個青壯派 所設出的這三之間 改革是一定要的啦 但只是說以前的改革 跟這一次的改革有沒有一樣 那到底這一次的改革 是否也能夠獲得民眾的期許 這是我想大家都在看 那以前來講 國民黨他也有所謂的鷹派 跟鴿派嘛 那顯然在上一次的改革 是由鷹派 但是當然所謂的鴿派不是不會打仗的 叫做各派 而所謂鷹派是說 或者是 其實有些時候坦白講 這鷹派各派在這個短時間 也無法說明 但是就是說之前的改革 是由另一派來做為組長 那另外其他的不同派系 就顯然是被淡化了 那但是對於地方派系的 這個真正的改革 我們並沒有看到 其實還是一樣都地方派系在組長 那中央的話的改革是中央的那種大派系 地方是地方的派系 是變成是中間是斷層掉了 是兩大派系的一個 在組長的話語權 那但是你真的是 無權無事的年輕人 其實在國民黨是沒有辦法被 就是有一片天 有一片路可以走的 我連要選立法委員都必須 我現在都被嘲笑 你看那個不能選立法委員 就哭哭那一個 對 就是我 他們都叫我哭哭啊 怎麼愛哭啊 是的 我就是那愛哭的那一個 我沒有辦法選立法委員 為什麼 我連登記的都會被拔掉 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今天我背後 有個人叫吳敦麗 我背後有個人叫做什麼 副主席或是什麼秘書長什麼的 誰敢拔掉我 我都合法登記還會被拔掉 就是這個樣子 那國民黨如果要改革 其實你像以前李正浩 這一類人物 他後面沒人啊 都有人啊 可是真正在打仗的 真正像我們這種庶民年輕人 是不會被重視的 你沒有血統 你沒有背景 我覺得這一點 真的是要重新來審視